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什么用呢 一尊有一尊的神明 一间有一间的庙 我到底付出了多少呢 难道我做了些事你不高兴吗 你的祝福离开了就不再来 而我又不知道为什么 你不是应该要保佑我的吗 为什么一个又一个个祝福离我而去呢 一定是我以前作的业太多了 我结婚的日子算是好的 贡品也都献上 金子也都烧了 做了这么多 都是为了有一个好的婚姻而已 这样 现象的福气又在哪里呢 财富又在哪里呢 受祝福的婚姻又在哪里呢 拜了这么多年 拜了这么多年 为什么事情都没有好转 比那些不拜的还要差 现在 刚刚开始的时候 一切都是这么不同 我丈夫是很在乎我的 或者她现在都很在乎我 当我们年轻的时候 当我们年轻的时候 她常常都跟客人说 自己很有福气的 那个时候 我对她来说 都是很宝贵的 但是 她现在都看我不到 我就好像 坐在一边的鬼魂那样 一休息 她就睡觉 晚上 她就去再吓人 中间醒了的时候 她就吃饭 然后就离开 我们是连话都不说的 甚至乎 连吵架都不会的 我们就好像一对陌生人那样 那些摆上了的贡品 有什么好呢 什么都没有 我还有个祝福 就只有我的女儿 但连这个都是甜中大苦 我的女儿想要一个孩子 孩子出生那天 孩子出生那天 我就感谢神明 她好没有以我之前的贡品 好运就来到我的家庭 后来 后来又走了 因为医生说 因为医生说 出生的孩子有病 而这个病 又令到她身体很虚弱 可能一辈子都不会好的 在庙里面的人就跟我说 我一定要选一个 很有能力的神明 把这个孩子 献给她 这样孩子就会好起来的了 但是我在想 我应该相信哪个神明呢 我要的是一个要关心人 而且永不改变的神 我真的不认识这样的神 对我来说 这些神明都好像米那样 又好像风那样 边来边去 今天就保佑你 第二天就不见了 我也不知道 怎样可以猜透这些神明 如果真的有一位 永不改变的神 我会羡慕那些来市场的基督徒 他们的神 对他们来说 并不陌生 但是 祂给我们的答案 又不能够满足我 一个为人类而死的神 听起来 一点都不合情理 但当我想起 我家庭里面所有的伤痛 我知道 我是愿意为这些伤痛付上代价 即使是犧牲生命 难道 这些就是他们的神的奥妙 它不是一个秘密 而是一位显然易见的神 如果真是这样 我会愿意敬拜他们的神 神的心已显明 而且永不改变 假如你真是各位统管万有 能力胜过一切的神 如果我有机会寻求你 你一定会向我显明 你会愿意吗?